下面的话是聂娜所讲的 讲的蛮详细的 该此问而引出 凡胜其收 力顿西批 横超三界 敬登四徒 诸佛同战 经论共执 一圣了意 万善同归 不可思议 敬途法门 哪一个法门 能够真正做到 凡胜其收 凡是凡夫 圣是圣人 是指这些法身大事 是指这些呢 阿罗汉辟赐佛 哪一个法门能够做到 通通都能够得度呢 念佛法门 力顿 西批 这个背啊 跟那个批呢 相通 力 之所根性 很力的 顿呢 是指愚顿的人 这是下下根人 上上根人呢 是属于力 那么讲到顿 根之人 像以前我们所听说过的 上个世纪的地鞋老上的徒弟 锅漏匠老法师 他什么字都不认识 什么字也不会写 但是人家一句佛号 念倒地 念累的就休息 休息好了接着念 到最后呢 欲知实至 自在往生 断了气之后 还能够站在原地 不动 三天三夜 等他师父呢 来办这个 后世 恒超三界 所以修炼佛法门呢 可以帮助我们离开呢 欲界色界 无色界 当然也能够离开呢 四圣法界 请大家留意一下 超越三界 我们是怎么要超越 恒超 不是呢 素超 素超 辛苦 恒超呢 就快速 恒超就出去了 敬灯似图 敬是说直接 灯呢 是正的 一到极端世界 同居图 方便图 时报图 长期光图 我们通通都能够得到 不像别的世界 慢慢提升啊 时间久远 修起来呢 非常非常的辛苦 那我们一到那边 就跟这些法僧菩萨 都住在十报图 所以升到极端世界 自己的正报 跟佛菩萨一样 一报呢 跟佛菩萨 也是相同的受用 同时这个法门呢 是诸佛同战 这句话如果要细讲的话 那我们到后面 看到第二十三品 十方佛战 我们再来具体的说明 简单来说 过去佛 现在佛 未来佛 此界佛 他方佛 都在宣传赞叹阿弥陀佛 他是谁呢 光中极尊 佛中之王 阿弥陀佛 辛辛苦苦 创建极端世界 目的只有一个 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过上 最正常的生活 最幸福的日子 也就是讲 我们现在还待在地球上 正常不正常 有同修心里面讲 不正常 那请问 您既然知道不正常 为什么还待在这里 有人说 走不了啊 我们再问 那为什么别人走得了 您还待在这里 一句话 佛讲得很清楚 放不下嘛 所以真正相信 真正放得下的人 就是经上所讲 跟熟自人 跟熟自人 必定今生往生 基督世界 第一家在想 经论共旨 千经万论 处处只归西方进土 我们讲几部 很有代表性的 华严经 法华经 般若经 光是我们中文 这个大章经里面 所收录的这些经论 最起码 两百四十部 都有提到 西方进土 其实还有很多经论 没有请到中国来 这是非常遗憾的地方 因为那时候嘛 交通工具不发达 所以中国印度这些高僧大德 把佛经请到中国来 都是精挑细选啊 底下再说 一圣了意 在 隋唐时代 这些祖师大德 认为 有三部经典 是属于一部 一圣经典 华严经 法华经 还有梵网经 可惜梵网经 没有全部 传到中国来 只有一品 就是 菩萨心地戒品 两卷而已 那这个了意呢 是说的 究竟了意 什么是了意啊 简单来讲 就是 帮助我们这一辈子 肯定能够成佛 而念佛法门呢 绝对可以做得到